这位大汉泰国皇帝终于统一了天下 然而 面对文武大臣让他登基为皇的劝谏 他却当场回局 此时的刘邦虽然打败了一切敌人 可还有一个人比他实力还要大 期望韩信坐拥 八十万汉军随时有造反的实力 不收了韩信的兵权 刘邦这个皇位就坐不稳 他悄悄溜进韩信的帅长 准备偷偷拿走帅印 没想到却被韩信当场发现 看忙 韩信都来了 刘邦自然不好意思继续翻翻找找 而且韩信作为灭楚的最大功臣 他也不好直接威逼韩信拿出帅印 但是刘邦的政治思想何其成水 他索性一边拽着韩信拉着家长 一边趁机偷偷地询问韩信帅印在哪 韩将军 这帅仗之内如何不见了虎虎帅印 听到韩信说在请仗 刘邦也不装了 直接越过韩信安排夏侯英去将帅印取来 更是还不带韩信反驳 直接拉着韩信坐下 嘴里虽然说着一切都是为了韩信着想 但是却是直接挥手将拿着帅印的夏侯英叫到了自己桌前 让他把帅印放到自己手里 听到刘邦都这么说了的韩信 也是无话可说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就这么交出军权 但是刘邦却没有就此满意 他还想要调动韩信的王位和封地 毕竟三骑之地自古就是粮食和人口中心 就这么封给了号称兵线的韩信 他实在是放不下去心 刘邦的心思昭然若揭 他就是要让韩信困死在楚地 因为楚地接拥带项羽 而作为杀死项羽的头号凶手韩信 又怎么不遭到楚地的全民敌对呢 韩信也是想通了这么一环 刚想再为自己辩驳一番 却被刘邦的一番荣归故里的言辞直接打回了肚 就这样 刘邦解决了登基前所有的心腹之患 在众位大臣的连番奏表登基的提议下 刘邦本还想假意拒绝 但是看着刚刚受了一肚子气的韩信 都在低头尊他为皇 更是一口一个汉王登基皆是为了天下 刘邦这才装作全是为了苍生的样子同意登基 既然本王称帝与否关系到天下安宁国际民生 那本王就赞从众议姑且称帝 终于从48岁才开始创业的汉高祖刘邦 在时隔7年之后 终于创业成功 成为继秦始皇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皇帝 更是以洛阳为都城建立汉朝 从此开创了汉朝460多年的基业